好 那我们这个点阵LED 刚刚讲这三只角还不知道怎么接 没关系 它的Squatch软体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接 所以等一下要看那个积木 那 所以 你把刚刚的 Squatch打开 我们也用Transformer做了连接 我再给各位刚刚没录到 再录一次 LED 然后 你的板子 340或者是Arduino 然后Sorrent 然后开本地网络 连上去之后呢 连上去之后 亮绿灯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多积木里面 在第二大栏这个地方 就会看到一个LED8x8的矩阵有看到吗 Max 7219 所以这一颗晶片的 这一颗那个 板子这个模组的晶片叫做7219 嘿嘿嘿 好那他就叫就是8x8的点矩阵的LED 那这边有一个接线的积木这里 DIN接什么 有没有 你把它拉出来看 DIN 好对照一下 刚刚这里 有没有DIN 对不对 DIN 所以他这里说10 你就可以把这一只脚接到 10 那10是哪一只 10是 10是哪一只 10是 我的 好这边 10是哪一只 蓝色 这里对不对 蓝色的 蓝色的 蓝色的那一只接脚 10号 那11 CS接11 所以 这一个 CS有没有 有 CS这一只就要把他接在11 11 然后CLK CLK接12 所以CLK接到这边的12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V跟G就是 这个红色的是V 黑色的是G 你不要接颠倒 好 请你把这线先接 按照这个 先接一下 那如果忘记的话 你就进来这里看一下 好 好